大家好,我是方斌,谢谢大家为我担心了,也确实是担心了。 大概是昨天晚上七点,大概七点来钟的时候,突然当当当就有人敲我这个门,知道吧? 敲门呢,我当时觉得出来为什么有人敲门呢? 然后出来以后呢,我就还留个心意,我就把门窗打开一看,哎呦好,六七个个家伙,都是防护服穿好的。 就要我跟他走,就是说要去危险地方,要检查,我一看那就完了,肯定是要隔离我。 然后趁这个机会我就赶快录一下视频,那视频以后呢,我就想刚刚的锁门,把门跟他反锁,就不管他了。 结果我一碰到那个锁,他正在拉,在外面拉,这个锁我一下子带开了,带开了以后,一下子就把我给固定了,就没办法了。 没办法他们地底货就开始,把电脑啊,就是晃这些东西去了,把整个的污渣全部抄翻了,抄翻那边。 他没说啥,啥都没有。 趁这个机会我就赶快把那个叫什么,就是我录了那两张视频,我赶快就发在群里。 他们一看来一动,哎呦,我在发东西,手机在我手上,马上就把手机给我拿走了,发不了了。 但是抢了我,发了几个,知道吗? 然后这样他就把我一直带到,把我的手提电脑,这个,然后那个台式那个一体机,把我一体就给我带到,一直带到汉阳那个四星,特别远。 四星派就是我,就做笔录,就说你引爆了一个黑核弹,你为什么不去造好的,非要造那种死人的位置,反正就那个意思吧。 引起恐慌,就这样的,就做笔录,那个意思反正就要隔离我,就这样的。 我就说我,是因为你电视台,拿了钱,这个真实的情况,你现在搞得满城风雨,倒去封路,真实的情况老百姓都不知道,对不对? 而你电视台又不来,我去造了,你不仅不感激我,你反而还抓我。 他就是叫什么,他说,那只能用起这个一个声音,不然就乱了,就这样的。 诶,弄的弄的,到了11点多钟的时候,突然那个形式就,口气也变了。 他们可能就汉阳分局,可能来一个局长,知道吧,还是什么的,可能是,知道吧。 他可能还有两个是国保,几个是国保,还是国安搞不清。 然后这是四星派击手的。 然后他呢,就是,诶,口气一变,我知道了,肯定是我发的视频,大家就传开了。 这样的就,等于就是说,这一传,所以我就一直讲,我的安全靠什么,就靠大家,我的安全就靠大家。 你怕没有用啊,球没有用啊,对不对啊? 你无论,你越怕越这样啊,只有大家起来。 所以我这次,我说,全民自救运动,应该加一下,全民互救运动。 那我就典型了吗?就是大家把我救出来的吗? 非常谢谢大家,非常谢谢大家。 但现在我的一个台式机,一个手提电脑,他就给我扣了。 扣了,他就说,以后再说,等那个封完了以后再说。 随着他封完了怎么回事呢? 他可能就找我的把柄拿,那就是不管他了。 反正他以后再抓我,反正他如果再抓我,还是一样,大家就是齐心协力。 就完了。 他抓我,大家就继续呼吁。 然后呢,接下来我的这个手机号,微信号,有可能我就怕疯啊,什么的。 知道吗?我就赶快把这个视频发出去。 好吧? 然后我再换吧。 好,谢谢大家,谢谢。 非常感谢大家,是大家把我救水了。 谢谢,谢谢,谢谢大家,谢谢大家。 现在确实是,现在确实是累了,知道吧。 他把我这个11点来钟嘛,就12点多,1点来钟,他就不管我了,知道吧? 就走了。 那么远的路,又没有车。 哎呦,我就找个,刚刚搞了自行车,骑了三个多小时,整个,脚啊,腿都伸了。 哎呀,反正现在到家了,下一步怎么样再说吧。 谢谢大家啊,非常感谢大家,非常感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